影片介绍我们使用Glasshopper来做建筑量体设计 还有模型建构的一个工具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要把建筑量体做出来 那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 你也可以直接用Ryno直接去把量体模型建置起来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量体 那它本身是一个单一的一个Solid 单一的Solid它是由很多个面构成 那我们首先用这个Cluster叫做各项平立面的一个Cluster 把这个单一的Solid分解成各项的平立面 那比如说呢它的output这边 North北向西向南向东向 那我们分别根据我们所指定的北向的朝向 去取得像对应的 比如说这是北向的立面 那这个是南向的立面 另外还有东向跟西向 那我们把所有的立面都选起来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这整个周边垂直向的这些立面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水平面 那水平面有朝上跟朝下的这个水平面 那把立面分离出来之后 我们使用这个图形排列的这个Cluster 把它开展然后摊平 因为我们要来做进一步的细部设计 我们可以在这个摊平的这个指定的位置上面来进行设计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这个立面开始 我们先选出第一个立面 第一个立面呢我们再来加上一些细节 比如说它的一些开口 它的开口 然后把开口做出来 然后加上一个厚度 那开口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遮阳 一些雨遮 然后呢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最后连结成为一个group 然后传回原先立体模型 它所相对应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各项的立面 那我们针对所需要做的设计的每一项立面 都做了设计之后 全部把它传回 然后我们这个至少立面的模型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完成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平面的部分 这是所有的平面 所有的平面一样 我们透过这个图形排列 可以把这所有的平面放到 并且按照它的宽度来进行排列 排列之后呢 我们选择逐一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它的这个屋顶面 屋顶面呢 我们可以来做它的乌凸设计 比如说它有一个矩形的一个乌凸 有一个圆锥形的一个乌凸 把矩形的乌凸拉出它的量体 然后再加上这个屋顶面 平屋顶的水泥墙 然后最后把这些所有的单元group起来 然后透过这个几何的转换 把它放回到原来相对应的位置 那我们完成了这些所有的平面之后 最后再把它整合起来 那就完成了整个建筑的这个量体 就可以了整个屋顶面 我们完成了整个屋顶面